好的电影改变你的认知 欢迎大家回到看电影了没 我是K猫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 从纳粹手中救出的孩子们 这部纪录片是K星人花灯不堪检推荐的 么么哒 在一幢久无人居的老阁楼里 有这么一本剪贴本 上面密密麻麻 记录了几百个犹太孩子 他们编号是什么 叫什么名字 父母是谁 被谁收养了 而这是一段尘封了半个世纪的故事 50年前 一个叫做尼古拉斯温顿的英国男人 和朋友一起到了捷克 尼古拉斯是一名股票经理 他家境优渥 喜欢航海 滑雪和旅行 从没有想过做什么伪光正的事 他原本是打算和好友去滑雪度假的 不料好友临时起义 要动身前往捷克 去帮助当时备受德国迫害的犹太人 尼古拉斯便随朋友 一同前往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格 那是1938年 希特勒为了发动战争 在国内肆意鼓吹纳粹主义 反共产主义 反资本主义 和反友主义 并通过广播和演讲 在国内煽起仇恨 反友情绪四处可见 在德国法西斯控制下的犹太人民 四处逃蹭 苦不堪言 连不安逝世的孩童 都受到了牵连 七岁的犹太女孩 在学校里被当众掌握 无人应援 还在怀抱中的小男孩 磕破了脑袋 却是因为犹太人的身份 而被拒绝救治 尼古拉斯先是陪同朋友 去了难民营 难民营外冰天雪地 难民营内只有一只小小的火炉 被逼到此地的犹太难民们 只得裹了蓝绿的衣服 围在小火炉前虚暖 有的则蹲在冰天雪地中 支起一簇火苗 勉强欲寒 不仅难民营里 连布拉格城里的犹太人 都成为了德国纳粹搜捕的目标 他们自知难以逃生 然而孩子还小 人生才刚要开始 父母们不愿意就这样 将自己的孩子 留在即将迎来 腥风血雨的布拉格 便拜托尼古拉斯 把孩子送出去 此心此景 尼古拉斯动了恻隐之心 为了转移孩子们 尼古拉斯开始给各国写请修信 也就在这时候 他的身边降临了一位妙龄女郎 这个女孩模样俏丽 举手投足 竟是优雅与风情 尼古拉斯很快便坠入了爱河 女孩自称是瑞典红十字会 驻布拉格代表 有些法子 能够将一些犹太孩子 带去瑞典 尼古拉斯的朋友们 怀疑这女孩的身份可疑 可尼古拉斯选择了相信 最后女孩成功地帮尼古拉斯 将25名犹太孩子送去了瑞典 但她再也没有出现在 尼古拉斯的面前 后来 女孩被证实是间谍 而此刻 德国军队已经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 希特勒组织了军队游行 他站在车上 威风凛凛 城内的犹太人民 却更加如履薄冰 纳粹军官直接进入小学校园 勒令所有犹太孩子 坐到教室的最后一排 校长为了安慰孩子们 便说曾经往后 最后一排是奖励的座位 有些孩子直到现在还记得 当年父亲被当作逃犯 而孩子们的母亲 每日焦虑不安 因为德国警察 已经涌入广场街道 到处搜捕犹太人 一旦被纳粹带走 就可能再无归期 而纳粹的暴行还在继续 他们直接冲到 犹太人开的商店 打杂破坏 他们甚至动手 烧毁了许多犹太教堂 尼古拉斯意识到 转移的工作要加快进程了 可只有英国同意 接受这些犹太儿童 他在收到了英国同意 接受孩子们入信的信函后 辞去了股票交易所的工作 全身性地投入到 救助捷克地区 犹太儿童的工作当中 他将办公场所 设置在伦敦的家里 并和一个秘书 一起打理所有的事情 要想将孩子们运到英国 去得有美元50英镑的担保金 以及相应地接受家庭 于是尼古拉斯 开始一边筹款 并一边将寻找家庭的信息 发布在了伦敦的期刊报纸上 有意收养孩子们的家庭 会直接过来挑选 一旦商定下来 尼古拉斯会安排亲友 省下家庭的资格 如果符合要求 尼古拉斯便开始 火速准备转移事宜 可让人头疼的是 英国内政部的审批流程 十分缓慢 为了能够在开战前 解救出更多的犹太孩子 尼古拉斯不得不放弃之前 寻规导具的法子 为一些孩子 伪照护照和旅行文件 一切准备投当之后 第一批孩子开始转移 英国籍作家威拉 便是这群孩童中的一个 她依稀记得 在晚餐时 母亲突然停下饭差 告诉她这个消息 在一旁的父亲 也安静下来 两眼清满了泪水 独定地让她离开 不仅威拉 许多被转送出国 得以生存的犹太孩子们 都还记得 临别前的那个夜晚 临别的车站 更是充满了泪水 许多孩子才刚刚记事 他们不明所以 就这样被父母亲 紧紧地搂在怀里 警贴着父母的温度 跟着大声哭泣 稍小的孩子 还不满一周岁 他们被托付给 稍大的孩子抱在怀里 最大的孩子 也不过十余岁 每个孩子 配搭号码牌 和相应地说明 拎着简易的行李 登上了远离 孤独的列车 这是他们第一次 告别至亲 独自远行 已经是国际货币基金会 行政官的爱丽丝 回忆起那顿经历 还记得当时 最小的妹妹 一直呜呜地哭着 母亲将已经上车的妹妹 又抱了下来哄着 火车发动了 母亲一边流泪 一边抱着妹妹 紧跟着火车奔跑 随后 他还是含着泪水 将妹妹送走了 上了火车的犹太孩子们 一直沉浸在 恐惧和悲伤之中 沿途路过德国境内 到处都是纳粹的军旗 和穿军装的人 希特勒的巨幅头像 和万字旗 随处可见 在抵达德国边境时 军队甚至踏上列车 胡乱翻车他们的行李 这一举动 吓得一车的孩子 惊慌失措 稍小的孩子 嚎啕大哭 孩子们在忐忑之中 出了德国国界 乘船横渡 英吉利海峡 那晚 在浮沉的水波之上 孩子们不约而同地 唱起了杰克国歌 最终孩子们 抵达了这趟行程的终点 利物普切站 等孩子们下车后 前来领养的英国家庭 纷纷依循着号码牌和照片 把预定好的孩子临走 并签署确认名单 这些孩子们 就这样三两成半地 坐在行李箱上 在这异国他乡 等着被领养 在这个冰冷的冬天 他们第一次光明正大的 行走在街上 并且在异乡的领养人家里 吃了一顿饱饭 最后所有的孩子们 都安全地留在了 他们英国的新家庭 无论接受的家庭 是贫穷 或是富有 他们都在这个战争的年月里 逼护了这些孩子的周旋 而此时的德国 正摩拳擦掌 战争一触即发 尼古拉斯也感到形势的严峻 他手上还留有几千名儿童的信息 他和秘书总计安排了八次转移 然而在第九次 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转移时 战争爆发了 有250名儿童 因此未能踏上前往英国的列车 他们留在了捷克 成为了战争的殉难者 战事越来越严峻 战争范围从欧洲到亚洲 从大西洋到太平洋 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 20亿以上的人口 被卷入了战争 尼古拉斯处理完 转移儿童门的事情后 也加入到英国皇家空军之中 开始了保家卫国的长期战斗 直至1945年5月8日 欧洲反法西斯同盟国宣布胜利 这一长达六年的战斗 才终于走向尽头 纳粹的鹰灰 从悬挂处轰然坠落 万字其和希特勒的巨幅头像 被烧毁 广场放飞了和平歌 胜利过的人们 纷纷踏上街头 和大兵们一起欢呼 拥抱 而在英国健康长大的犹太孩子们 也在此后 纷纷返回布拉格 寻找他们的家人 可城内几乎所有的犹太人 都无一幸免 他们被强行召具了劳动营 然后转进奥斯维新级中营 等待着他们的是毒气和乱葬岗 在尼古拉斯往后的人生中 从不曾提起这段往事 他将当时的资料 包括这本简贴本 锁进了阁楼 从此无人知晓 直到1988年 他的太太清理房仙 发现了这些资料 这段故事才得以重现天日 当年被解救的664名孩子 已平安走过自己的人生 如今已不如暮年 但他们至今才知道 自己是如何从那一片焦土之城逃领 又是怎样被转送到英国 重获新生 BBC的一名员工 获悉这个故事之后 以一个善意的谎言 将年迈的尼古拉斯 骗到了一档节目的录制现场 主持人仔细地翻过 一张张相片 一页页名单 进而开始念名单里的名字 坐在尼古拉斯身边的女士 突然转过身来 问候并感谢尼古拉斯 这是威拉第一次见到救命恩人 她终于说出了这句 隔着在心里头 长达半个世纪的感谢 当主持人问到 还有谁曾是被尼古拉斯 解救出来的时候 人们一个接着一个站得起来 几乎所有的观众都肃然其力 而此时 已经白发苍苍的尼古拉斯 也从位置上缓缓起身 她回望着身后的人群 眼泪掉了下来 事情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 尼古拉斯从未想过 她会以这种形式 和这些孩子们见面 回首过去 她只是觉得自己仅仅是做了 该做的事情而已 此刻 她再次见到这些鲜活的生命 又不得不感慨于生命的恩赐 I never thought what I did 70 years ago was going to have such a big impact as apparently it has and if it has now got a story which helps people to live for the future well that will be an added bonus 好了我是K猫 接下来你将看到 19年的台词日历 扫梅以上二维码 进入K星人的店 就可以购买这本台词日历 我们下期再见